我是地球人彭光伟 今天来宾非常特别 是我平常也很少接触到的领域 是国际彩妆大师 那为什么会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待会儿透过访问 会有很多的故事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欢迎Naomi 刘杰惠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Naomi 刘杰惠 我的原住民名字是亚玉斯德雷 那我出生在南投县仁海乡的 例行村马力巴部落 那目前定居在纽约 那很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刚刚Naomi有说你是出生在南投县 和欢山下面 哦 和欢山下面 所以你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美景啊 对不对 四面环山很美的一个地方 是 没错 我先来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我一直很好奇的 因为彩妆这是你在做的工作嘛 对彩妆 我自己就很好奇彩妆跟化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彩妆师跟化妆师是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它又跟不一样的层面 像彩妆它有跟比如说你一般的妆 然后还有像最近还有什么彩绘妆有没有 是 还有特效化妆 是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淡妆什么日常妆上班妆 其实很多种类 看你的场合是什么 然后需求是什么 对 它就是涵盖很多多元化的 所以Naomi你专攻的是哪一项 其实我都专攻欸 18岁之后开始先学眉法 所以我眉法底子也是很强 然后就先从眉法开始做了十几年之后才投入彩妆的行业 那彩妆又开始做到觉得很多东西都学会了 然后呢觉得还有什么东西不会 所以我就去学特效化妆 我现在就是因为有会头发跟彩妆跟彩绘 还有特效化妆 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艺术作品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在做艺术方面的创作这样子 所以艺术创作就等于说你要用人体吗 它就是结合彩绘啊 然后特效化妆 头发跟妆 就是整体到你整个全部都弄好这样子 是 我们刚刚听到其实Naomi她说18岁就开始学美法 然后之后再转到化妆彩妆这一块 我们先说一下Naomi最近出了一本书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和欢三那是一个部落 我先到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是学特效化妆 然后在那边先进修特效化妆之后 在那边又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工作这样子 然后又到纽约去 纽约是一个很大城市嘛 它那边就是很多时尚的一些东西 我在那边就是跟整个环境比较不同 去那边又激发了我不同的灵感 跟我的技术这样子 我有大概先看了一下Naomi这本书 其实里面非常精彩 介绍了她从彩妆之路的一开始 你是在台北东区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再到加拿大去 然后又再到纽约去 我刚刚在书里面看到 就是你在东区的工作室 那时候工作压力非常大 而且有好几度昏迷的状态 彩妆压力让你这么大吗 状况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工作很忙 那时候就是因为到那个东区的那个消费也很高啊 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要看有没有办法多赚一点钱 然后也就是因为消费高 然后又在念书 因为我又在进修嘛 就是我在念那个化妆应用系科 对 所以我这算是半工半读 就是有在进修跟工作 那我当时又考了很多的证照 但是考证照你要花钱的 像你比如说你要准备一些材料啊 或是你要考试那些报名费都很贵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开销太大了 对 所以就一直拼命的赚钱 然后我大概平均我的工作时数 大概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因为像你做新立心 你要很早起来 对不对 可能就六七点 有时候半夜就起来 那有时候可能就蛮晚就蛮一天到晚上 然后隔天就去上班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几乎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然后就是把自己逼到很紧的时候 就突然哇 身体就垮了 就好几次也曾经在客人面前昏倒过这样之类的 哇 就是化妆化到一半昏倒这样子 对 客户面前昏倒也有 跟厂商在谈一些事情就倒下去 对啊 我那个时候觉得身体好像不行 一样就觉得我应该休息一下 那那个时候就想说 刚好有一个机缘了 就到加拿大去 就顺便去进修 顺便休养 所以你除了客户面前昏倒 当时客户的反应是什么 完全吓到吧 吓到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会讲说 你什么你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就说没关系我还可以 就是我要保持我的专业 要做一课 结果我是不知我已经倒下去了 然后他们就说要不要看医生 我就跟他说挥手不用 然后客人就把钱留下来 他们就走了 那个客人还不是要留钱下来 所以那工作这样有完成吗 还好那时候已经完成 我说等一下我先休息 我到后面休息 光天这个部分 我们就知道Naomi 她的整个在工作态度上 为了糊口是一部分 但是在工作态度上是非常敬业 就还是得做到最后一刻 对这种非常令人敬佩 我有看你的书里面 有一个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 就是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广告 那个小惊人是你画的 十八同仁这种感觉 大家其实印象都非常深刻 画这个有什么特别技巧或技术吗 花了多少时间 其实很快 因为我是找一个注射去 所以不要快 大概要一两个小时 可是这个作品也让大家 在广告上非常印象深刻 去年的时候我就接了一个 纽约的一年一度的人体彩绘节 它是裸体的 裸体的 是完全不穿衣服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 因为刚刚是夏天 然后他还要画全身 所以他不是像那个 空发空画那么简单一个颜色 它是要彩绘 就是要去绘图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就把我们原住民 那些元素 把它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大概画了三四个小时 你一定要画很细节的东西 所以那你要画多少人 那个人体彩绘节 画一个 但是你就是把原住民的图腾 把它整个画上去了 画上去的 就是整个是这个全裸 是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Naomi 她其实就是要把台湾的文化元素 尤其是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带到整个国际上去 让大家看到原住民这个文化 跟传统这个图腾特别的地方 因为纽约其实 我们说它是时尚之多 它有很多的这种 时尚活动啊 或是party啊 甚至很多电影 艺术类的活动 对你来讲 你在这边 怎么去抓到这些机会 就以你一个 比如说你是外国人 好了 你还没有门路的时候 你怎么去打进他们世界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刚刚到那边是 零下十四度 很冷 是 对那 其实我去说 根本也没什么人脉 就是认识我先生一个 所以我在那边 根本就是从零开始 就是什么都没有 之前在加拿大 是因为我有工作签证 然后已经有个店面了 然后我就是帮老板做事 是有固定的薪水了 对不对 你就是不用怕那样子 但是在纽约的时候 因为是完全没有人脉的情况下 我就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就是完全没有工作零收入 我回收到刚刚之前 说我在台湾非常忙碌 对不对 就是一天可能睡三小时 那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我是就觉得 哇我在纽约 感觉好像是废人 知道吗 会一段的迷失 我自己是不够好 我是说我真的是 就是会有点 我还以自己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 这样子 那时候我大概在一年的时间 去上英文课 就那时候就上语文课 然后就觉得说 反正无聊没事 在家没事 然后就先 就在网络上看一些资料 然后就开始学一些 不同的东西这样子 像什么上低妆 反正就是开始磨练 就画自己的脸 就开始在自己的脸上创作 会被发现是因为 我是有参加一个 三十一天变脸的一个公司 他上半一个主题 就是说你三十一天 要变不同的造型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我就 家家没事就玩看看 每天就换不同的造型 跟就是看什么妆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技术 套下化妆彩绘 然后头发彩妆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显现在 在我这个三十一天的 这个作品里面 那后来就是把这个作品 放在IG 放在的脸书上面之后 开始慢慢就有人发觉 我就是华人 因为很特别这样子 因为我就画自己 然后就开始 慢慢就被发现这样子 也是要熬一段时间 才可以露出版 一个人讲 对啊 其实在那边 根本就没什么机会 就真的 是 所以你就是在一个 没有工作状态之下 然后想办法 让自己有点试作 对对对 对 然后持续的创作 在自己脸上创作 会不会很难啊 就是比如说你在画别人 你会很知道方向 可是你在自己脸上画 是要看镜子画 对不对 对 然后会不会画歪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画别人很容易 画自己很难 因为你那个角度啊 都你没有办法看到 然后像那个笔触 你要去做它的那个 深浅度 你要去抓 要什么拿捏 然后有时候 你颜色怎么去调 因为是面对镜子 所以你很多角度 都没有办法实际去 精准的去描绘到 其实是最难的 而且你要从化妆到卸妆 这可能就一天的时间 那我记得有一个作品 是画一条蛇 3D的蛇 大概画了三四个小时 雕塑那个铃片 那但是卸妆就五分钟 就没了 对啊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创作 就觉得 哇当画完 会有那个成就感 对不对 但是后面画完就觉得 哇好可惜哦 就这样子没了 那个感觉 一定要把它拍照记录一下 是 不过至少也是曾经拥有 而且就算卸妆了 你可以再画的时候 有不同的idea 就有不同的形象在出来 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有爸爸复制咯 那通常我们画完一次有没有 下次就一样 对 这就是独一无二 有时候那是灵感 感觉去相去画 没错 不过我很好奇 就是你在纽约的时候 你们这个行业 彩妆师 我相信华人多么多啊 应该可能大部分 还是以当地人比较多 对不对 这在整个竞争上面 你要打进他们圈子 会不会觉得 你是一个华人的身份的时候 会有一种 有没有受委屈的时候 呃 目前是没有 因为我可能看起来比较凶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 像我现在英文也没有到非常溜 就是至少还可以沟通 因为我们算是专业人才 技术人员嘛 他们其实很尊重我们这个专业 还是办理当老师一样 对待这样子 就是他们就对你还是会很客气啊 不会说因为你英文不好 不溜 他就不太会去理你什么的 对啊 但是因为这个工作 他需要的技术 他不需要你要很会讲话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多人说 那你英文棒 怎么可以工作 可以沟通就好了 对啊 反正人家是要的技术 要你的东西 你又不是业务员 你干嘛要讲那么溜 对不对 所以人家都觉得说 哇你真的很勇敢 有些场合活动 我可能就一个亚洲人 我就去了 黑人的一些什么秀啊 我就去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蛮勇敢的 对啊 反正就是可以沟通就好了 但是我这个工大工大 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个胆子 你才能让我一直往前冲 如果你都一直萎缩 你都不敢出去的话 你就永远就只在那边 对不对 我都会说啊 反正就一直投皮出去 对 刚刚提到就说 你就是傲大 就是什么都不怕 就直接往前冲了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 你才能冲出一些机会 对不对 尤其是在整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大家看到你 可能一开始觉得陌生 但是发现你愿意把你的实力 或是把你的技能展现出来的时候 让他们惊艳的时候 那你就有机会拿到你该有的一些表现的机会 那很多人看到之后就自然就会来找你 对对对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有时候我去接这个活动 像上次有一个2019年一个艺术节活动 他每次邀请我上去 其实我跟你讲 我其实我很害怕 我虽然很胆小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搞不好就可以让你有这个经验 如果这个没有你可能永远就遇不到 因为这东西就是你可能永远都会遇不到 所以有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吧 那就试看看这样 其实有时候都是硬着头皮去的 对啊 其实我自己是很胆小 又胆小但是又想去冲 有时候我都常在矛盾之间 就是要去跟不去 常在这边抉择 因为我双子座 但是到后面我都会被那个 比较正面的那个双子座 有那个人拉去这样子 有两个在那边去不去 这很像在自己在推杂的 对 常常在抉择 就说哎 其实我很害怕我不敢去 但是有一个声音就说 不行你不要去 如果你不去 你就没有机会这样子 你说你很难想 你有没有在比如说纽约 没有工作或是受到挫折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偷哭过 或是跟你的先生抱怨 然后说为什么 会像有时候可能 你想要表达的时候 像有时候我们要去开会啊 或是干嘛 所以你想要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 你讲不出来那时候 会觉得感觉就哇 很挫折 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会 可能在那个陌生环境 你会讲但是你可能表达不出来 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就是双语嘛 现在回家就跟我先生讲中文 然后出去讲英文 所以那个头脑都要一直打结打结 所以有时候 就是哎 我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就突然就表达不出来 有时候我回家就真的会痛哭 说啊为什么 我明明可以讲 为什么讲不出来 就是会挫折 对那个环境跟语言方面 都还是会有那个挫折感 是 虽然是这样子 不过 纳米在书里面 其实有写到一句话 我个人觉得很棒的 就是你是说技术就是你的语言 对不对 你觉得用你的技术 然后来让大家看到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我在这里 就是说 之前我不是做那个 三十一天变脸那个吗 那其实你看 很多活动 他们都是自己看到 他们是透过网络的平台 看到我的作品 找到我 他们不是说 你来面试 你要跟我面谈 就要找你来参加这个活动 你懂意思吗 就变成说 他是因为你的技术 你的认可 他才邀请你来 但是其实可能后面 就会发现 这个讲话不溜 但是可以沟通 还是好 至少可以沟通 等到我去现场 看到我的东西的时候 哇 他们整个就是牙口无眼 就会惊艳 2019年时候 那个艺术节活动 他们当时看到我的作品 就惊为天然 哇 这个特别没有看过 他们就因为那个 那个作品 他们在里面内部去讨论 去评分嘛 然后就变成 最佳美妆艺术家 是 有两个被选上 一个是芝加歌场 那一个是纽约场 那纽约场就是我 当时有一千个 艺术家去展示嘛 有六十几个城市 在同时在展出 彩妆类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芝加哥跟纽约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不可思议是 哇 我怎么可以办到 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 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然后可能到那边 其实我在那边 也只不过才三四年的时间 我怎么被看到 那真的是 我的东西 有非常有认可 是 所以我觉得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 比如说你 现在有很多人 很向往国外的生活嘛 工作到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态度 就是某一种 可以让大家学习的 生存之道 就是要想办法 让你的一技之长 表现出来 让大家看到 主动来找你 就不用自己缩在角落 或是一直苦寻不到机会 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种态度 其实蛮正面 蛮棒的 通常像我们这种 我又是原作品 其实很多原作品 都会比较对自己 没有自信 我是觉得说 我可能也是看多了 也说因为 其实如果你 以心里躲在那边 你要让人家来找你 导不如自己出去 找资源 因为机会不会 从天上掉下来 那你要自己出去 等于才能看到你 在国外的生存之道 刚刚 Naomi也分享了很多 就是你要 保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而且主动出击 这件事情 这可能也可以给很多 未来想要出国 尝试生活 或是工作的人 做一个参考 然后呢 我其实对于 Naomi在书里面 写的一些东西 蛮好奇的 就是您有分享过 你可能有帮一些电影 做一些化妆啊 我很好奇 在帮电影演员化妆的时候 他需要更精致吗 就是然后 在不同导演的要求之下 你的整个压力 会不会更大一点 会 其实 他们的思维 跟我们普通的人 是不一样的 这是回来之前 有先接一个 他是科幻片 要做一个外星人 但是他会跟你说 他要很善良的外星人 就是不能太凶 而且要稍微梦幻一点的 又给你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给你几个图 但是那个图是 不是真实的图 他就会给你很多 天马行空的东西 然后你要自己去 创作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压力很大 就觉得说 到底能不能胜任 会被达到他要的感觉 然后你就会去思考 你就想 那个你要怎么设计 他要梦幻的感觉 你要先找颜色出来 然后你要找头型 然后你要找他的五官 怎么制作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要跟他讨论 就讨论之后 然后定案 然后之后就开始要去雕模雕塑 就开始要定案 那个过程当中 他会一直修改 一直修改 修改到他要的那个感觉 做这个创作角色的时候 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 去讨论 有些的导演 他会比较 他的想法 比较更加不同 所以你要去迎合他 要去达到他的要求 我很好奇 就是我们一般人 对于电影导演的刻板印象 可能会觉得导演很凶 会骂人 或是比如说 你化妆化不好的时候 会觉得你在搞什么鬼啊 有被骂过吗 应该不是被骂 他会说 这个怎么 好像那个跟昨天话 不太一样 对不联系之类的 我自己也会观察 比如说 我会问他 导演这个可能 昨天跟金人衣服 可能不太一样 通常我都会比较 很像就在这一块 现在会遇到很多状况 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下雨天 不然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然后会说 比如说演员的皮肤 可能过敏 还是干嘛的 会说有一些状况 其实也说你要在现场 要有临场反应 这样子 所以那个也是要 心上要够大科 除了导演之外 被你画的演员 会不会有意见 就觉得说 你把我画成这样子 他不满意啊 或是他觉得 应该要什么样子 我在纽约跟加拿大 就是遇到像 不管是模特 或是像演员之类 他们其实都很敬业 他们不会去挑剔 他知道你是专业的 包装师 他不会说 你要报 他知道我们 这都是一些定装 但是台湾的 可能模特 或是之类 他们会很多意见 说什么 有的睫毛怎么样 他们就会主导 包装师 我觉得那个两地的生态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不过他们的人 应该算是他们 有受过专业训练吧 他知道说 他必须要尊重 我们这专业 目前来讲 我都还没有遇到 那个任何状况 对很少 他们会去欣赏你的东西 但是我跟你讲 像他们会比较主观 比如说 我之前正在家 那是做salon 就是做头发 客人他会觉得说 我想要做这个造型 对不对 你要想办法 去做到这个造型 如果你没有 他觉得你不够专业 其实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用到这个东西 你怎么没有达到 这个他要的东西 你要去解释很多 这样子 他们的喜怒 是会放在脸上 他们喜欢就 哇他就很开心 你好棒哦 就很开心 但他们不喜欢 脸臭给你看 脸会臭对 他们喜怒 是非常的 很明显 像我们可能 还在拨摸墨脚 所以就差很多 你比较喜欢 直接一点吗 其实我喜欢直接 对 像台湾人好了 说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那个 好随便 但是你帮他做 说 这个不好看 你帮我做随便吗 但是像外面说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这个 这个 我要把他夺短 夺短就要夺短 就把他做夺短 就OK了 就一次解决 这样子 像国外这种方式 是因为他们就 要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 就是你就不用去 花很多时间去沟通 还要去解释 还讲解 就很麻烦 对啊 我对于这种 在国外整个彩妆界 不同国家的人很多 可能不同种族的人也很多 就你在画 不同种族的人的时候 是很难吗 就是 比如说你画黑人 画白人 画华人 黄种人啊 要怎么去拿捏这些事情 我想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好了 也是拍一个 也是一个独立制片的电影 然后他是一个黑人 我就带一个助理去 然后就跟我说 哎 那个 我他说那个黑人 需不需要修容 因为我们会打量 跟修容吗 因为我带那个助理师 讲中文 我是不用 反正看不出 结果那个黑人 竟然会讲中文 我说 没关系 可以可以 这样 结果我发现 他是在北京 学了那个中文一年多 刚开始接触 你可能会接触这么多 不同的肤色 所以措手不挤 说啊 不该怎么办 然后这么黑 那我的粉底这样子 颜色不够深 你要去试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很好 说哦 还有这个颜色 有时候像有些的黑人 他们皮肤感觉是 比较很深 而且发亮 然后怎么去调配 这样子 像时装秀 我们会遇到很多 不同种种族的肤色 像可能咖啡色 黑色 白色 什么什么颜色 所以我们的粉底 都会一整排 都不同色阶的颜色 这样子 像有些黑人 他们会觉得说 很疑惑说 看到我是华人的那个脸 他们通常都会 比较相信自己 可能会给他们 自己种族的化妆 可能很少接触 给那个华人化妆 就会很疑惑地看着 我说我到底会不会 画他的皮肤这样子 我去挑挑挑挑 我就把他挑到 他的脸上之后 跟他的肤色是一样 他就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时候 他们不是说 不相信我们是因为 黑人只会画黑人 华人只会画华人 白人只会画白人 其实我觉得 像我们是专业人士 都学过 但是很多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说 他们会不会画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像新养这个行业 他们都还是会找 自己种族的化妆室化妆 因为他们的必要了解 自己要什么这样子 但是像我们去做 时尚像的时装秀 半夜市服装品牌的 或是演员那些的 其实他们那个化妆室 都是经过专业训练 他们就不会去任何调题 他不能决定说 我要哪个化妆室 因为我们都是被单配的 新养的话 他是我要是化妆室 他是要指定要 哪一种哪一种 住了纽约那么久 其实你的经历 也是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你也参加过 非常多的活动 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的这本书好不好 从部落走向世界 其实里面也有提到这些 你在纽约 在加拿大工作的这些经验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 写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蛮丰富 而且分很多层次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当时我们在设计 这个书说 跟那个游读世界的伙伴 就是讨论了很久 大概讨论三个月 就是我们到底要 以什么方向去 去书写这个内容 他们当时会觉得说 反正你就用工具书的方式 就像我里面有一个工具书 就是教一下怎么化妆 考试那种 但是我想说 那你出一个工具书 但是他们不认识我 就你是哪位 你是谁 我是不是应该要先 介绍我自己 他们要先认同我之后 才会想学习这个技术 我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说 因为我去纽约的时候 那几年很多网友 都会一直私讯我 说 老美你是怎么打入 这个纽约时尚市场 然后你是怎么 就很多人问我 都是问一样的问题 然后我就每次 要回答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有一天我一定要出一本书 然后我要把 行为答案都写在那个里面 你们就看那个书就好了 这个里面 它有分三部分 一个就是我的 我今天分享的一个是 国际考证的示范题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的一些创作的一些作品 那就是集结这个三个东西 是一个含尽量的一本书 所以觉得蛮丰富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当做收藏的一本书 而且如果他们以后 真的有兴趣 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他们可以在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其实在国际考证这个部分 我有翻了一下 我觉得对你写的还蛮详细的 就是整个步骤 或是要准备哪些东西 你都已经告诉读者 要怎么去考这个国际证照 你当初考国际证照 是花了多少时间 跟花了多少钱 很多 我跟你讲 我之前在进修 这个台湾的化妆品 应用戏的时候 我几乎是考证都考了 什么美法美甲跟彩妆 那彩妆又分一二三几 其实那时候没有想过 是会出国 就觉得说反正 我就想把这东西先考完 搞不好 可能那天可能会用得上 殊不知 就真的是用得上 因为我真的因为这个 让我也是增加了信心 那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证照 才去申请学校嘛 他才说 这些技术 你就不用从头开始学 等了更多的钱 一般如果你就不外 他是从头开始 肯定要花一点时间 我肯定要花几个月时间 就学完了 这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我刚刚又再翻译一下 就是比如说 在国际证照这个部分 比如说脸型修饰 腮红的位置技巧 你都写的版详系 就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做 这真的就是 除了前面有讲到你的人生 工作经历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 之外 你整个技巧上面 你也是完全大公开 完全不常识的就对了 像最近还是有网友问我说 他们想考试 所以那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拿 这本书就好了 就是一个宝典 如果你去外面上课 也要花三四万块 就是当时我们要去 诅导一下花 大概七万块 报名费就一直好几千块 所以加一加 也是好几万 我觉得刚刚说 你就可以直接看这个书就好了 从南投嘛 北漂到台北 然后再出国了到加拿大 在现在定居纽约 你的家人的反应怎么样 他有觉得你跑太远吗 还是觉得很棒 对以你为荣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 是比较放任我 就是因为我算是比较 有想法的一个小孩子 比较任性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一定要去做 不管人家怎么去拦阻 我就还是要去 因为我是那种 从一而终的 就是我做事 一定要做到最好 那我要学 一定要学到会 我一定要把自己做好 其实我在国中就独立了 因为我们国小 一定要下山 三年初 所以我在国中 他们可能也都习惯 想要管也管不住 管不住了 然后就越跑越远了 台北对他们来 最近很远了 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 你去国外 去加拿大 去纽约那个地方 然后就觉得很神奇 我怎么会跑到 那么远的地方 像你住纽约 住久了 再回到 比如说仁爱乡 你的故乡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觉 像我是原住民 我还是会觉得说 要寻根 就是觉得说 像有时候可能 你心情况是干嘛 会是说你可能 遇到瓶颈 会是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回到你自己故乡 那个又是不同的感觉 你的心境会开始沉淀 毕竟是你熟悉 毕竟是你成长的环境 所以你就会得到 比较安全的感觉 有时候围在山上躲了几天 沉思考 现在是 然后思考下未来的路 因为那是你很安全的地方 就是你等于 就是你的有熟悉的环境 外面的世界 跟你在成长背景的环境 是不一样 那是很不同的感觉 是没错 回到家还是舒服的嘛 对不对 毕竟是最熟悉的环境 也都不想下山 太舒服了 就是与世隔绝啊 因为我们那边是四面环山 就是你完全跟外面是零接触 但当地生活 他们完全不会有物资欲望 他们都可以吃的 饱碎的好就好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 也不用买领牌 然后你也不用说穿得很漂亮 所以我回到部落 我都是很邋遢的 就是也不用化妆 就是很邋遢的舒服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成长的地方嘛 因为你也不用说 要跟人家去做假面的功夫 今天完全的放松 现在就是全心在 艺术创作这一块嘛 然后希望能够把 原住民的整个文化 再到国际上去 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或是希望能够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 有在想过说 如果未来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体力 去做我这个工作 说我要做什么 创作等于算我的兴趣啦 它是无限的嘛 对不对 我可以在台湾创作 我可以在纽约 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东西 是你要可以去生活的 像我说 我为了糊口饭吃 对不对 那我可能没有体力说 再去外面做 可能跑一天啊 要花多体力 像在纽约工作 它是你要去接一个活动 或者你要接一个化妆 可能要一天的时间 你可能为了化一个妆 因为那个 它是地很大 你知道吗 你可能这样 出去一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回来 就来回就已经半天时间 对 这个体力真的是 我觉得跟台湾 真的差很多 因为像台湾 你坐建设去 那个就十分钟 半天就到 那边可能要两个小 两三个小时才到 转地铁 再转火车 或者说你要在转公车 或者你要在开车 所以我觉得那个体力 是很消耗的 我现在就是在想说 我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我当然是会 持续在我的创作之外 就是因为我现在 自己在做一个品牌 就是我的美妆品牌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 大学是念 那个化妆品应用系 所以我对这一块 也是非常了解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可以用我的专才 然后去做自己的品牌 然后不用像以前 那么辛苦 要跑到外面 这样子 它的包装是用那个 原住民 泰雅组的纹面 做设计 对 就是它是比较 跟我原住民有关系的 那个设计包装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 也是想把这个东西 到国外去 让国外人看到 这个产品是蛮特别 它是有故事性的 这样子 是 我有东西 像我不管我的工作 我的作品 所有都是跟 我的原住民有关系 对不对 它是有息息相关 它是有做连结 是是 没错 所以从刚刚 Naomi谈到的这个部分 虽然它现在可能定居在纽约 但是它其实整个工作 还有创作的整个历程里面 其实是核心是 一直都存在着它的 像你的故乡 你的根本 然后把原住民的文化 一直传承下去 而且表现在你的工作技能上 让大家看到 对 这是蛮棒的 我的工作室 我的品牌 都是用我的爸爸的名字 爸爸的名字叫独猎 所以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这个名字为命名 就是不要忘记我的根 是 好 我们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就是邀请到Naomi 来到我们的地球人会客室 聊她的整个彩妆人生 她其实不只是在帮别人化妆 也其实在帮自己的人生在彩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介绍这一本书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书名 书名叫做从部落走向世界 国际彩妆大师的追梦与阵兆之旅 是 其实这是一本非常有励志性 而且非常实用的 你可以看到人生故事 也可以看到实物上的 比如说考证啊 整个工具的功能也在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未来 想要出国工作 对于彩妆这一块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买一本来收藏 对不对 所有秘籍都在里面了 对 今天非常谢谢Naomi 来到我们的地球人会 可是希望之后 还有机会继续跟你聊一下 你回到纽约之后的各种彩妆人生 对我们的详细